欢瑞事迹,大家可能听起来不太熟悉,我先给你们科普一下,欢瑞说白了就是,经纪公司加影视公司,他们也签约艺人,也自己出剧,本以为欢瑞会从自己名下的艺人中挑选一位,接替杨子的一姐位置,结果没想到,欢瑞将李小冉签了过来,对李小冉和欢瑞来说,这本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。 消息一出,也确实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但大部分网友还是表示了他们的不解,欢瑞喜欢签一些年轻的偶像派演员,而且,欢瑞很少会出一些都市生活剧,大部分都是古装剧,虽然李小冉是实力派演员,但是,跟欢瑞的风格不太符合,加入欢瑞之后,可能对于剧本的选择会少很多,不过,本来热搜还是比较正常的,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战场, 杨子,任嘉伦,陈毅,袁冰岩四家的粉丝在热搜下对骂,也不知道是那方起的头,不过可以看出来,好像是陈毅的粉丝与其他三家对骂,好像陈毅和杨子的粉丝骂得最为厉害,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这样骂了,之前,陈毅和杨子合作拍得沉香如谢, 因为杨子是被拉来顶替的,所以引起了粉丝不满,双方粉丝就吵了一次,至于任嘉伦,自然是因为争一哥,所以,双方的粉丝互看不顺眼,毕竟一山不容二虎嘛,在琉璃播出后,袁冰岩据说是因为与欢瑞高层闹了矛盾,诚意怕得罪高层,所以不理袁冰岩,导致两家粉丝也互看不顺眼,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呢? 感谢观看